我说的在你心里边 咱们咋 谁最好 丙一啊 最好 最好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 不希望看着 吉春永远落在最后头 你姐最好 你管不住自己 还冲农的毛病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丙坤 你是最好的 原来的房主呢 归来了 你得赶快腾房子 我这一半男的 我盘贝尔 就往哪儿出去 每个当父母的 都想让自己的孩子 在外面观光些心的 真为大伙干成点事才值得 考上了 学生回国 把爸妈接到眼里光字票的地方 想想又美 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妈和你爸 最大的安慰 就是有你们三个 自一月二十八日开播 至三月一日大结局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热播大剧人世间 于三月四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重播 这部剧是由李璐指导 王海玲 王大欧编剧 雷佳音 新百青 宋佳 樱桃领衔主演 该剧开播至今备受好评 热度不断 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 文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 成为优秀文学作品 改编成精品好剧的 又以成功案例 最近在看 有看 看过 在追这个剧 看过人世间这部剧 喜欢 很喜欢 非常喜欢 第一集我就哭了很久 我挺喜欢的 我每天都坚持看这一剧 我的朋友也在看 就是他们在火车站 一家人分开的时候 我到了后来 就是怎么聚也聚不到一起 就挺难受的 他们想集资 一起给进步买这个耳阔 然后想帮助他 重新恢复正常人的这种交流 我觉得那个场景特别打动我 就是能感受到 就是虽然大家都过得很苦 但是互相之间的帮助 是让人非常感动的 你干啥呀 那个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努力 特别积极阳光的生活 父亲和孩子在床上打架那一段 就那个周炳坤和他父亲 他父亲刚退休回来 然后第一天看见周炳坤 换了新家了 那一段 我感觉演的挺好的 就演出了那种父子的感情 好 我错呀 我觉得就让我感动的 就是说樱桃带着孩子 那么那么难的时候 周炳坤能够去帮这个樱桃 去解这个男 就是樱桃扮演这个女孩子 那么样对待这个他这老婆婆 那个炳坤的叫 那么孝敬父母 我觉得就是这两口子 就是境界挺高的 真实有感情 好像在伴随着他们的成长 然后在经历他们 所经历的这个年代 这部剧特别的温暖 有正能量 然后特别有烟火气息 百感交集 见证历史 值得回味 很熟悉 他贴近生活 树立的正面影响 也很符合实际 就是每天想看这个剧 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带有一些社会意义的剧吧 让我也觉得说 能感受到一些 我不曾感受到的东西 能给人们带来启示作用 能让人们感觉到温暖的去 我觉得像这个人世间的这个 就应该就是 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一些 共鸣和认同 就这类的正面影响的吧 人世间的播出 不仅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也受到了业内的一致好评 中国作协于2月28日 召开人世间座谈会 围绕人世间中呈现出的 宏大时代背景 和现实题材作品 深入了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非正面对这种 可能是什么 如果对这种感觉 还是不容易的 对这种感觉 来给大家看 我们一起看 是一个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是一个 就是一个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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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电视剧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 产生更好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 从龙东到初春 观看《人世间》的播出成为了不少家庭 每晚相聚在电视机前的温情时刻 也成为了祖孙三代可以一起追剧的欢乐时光 《人世间》正是把目光和情感沉到生活和人民之中 才能够在广大的不同身份和年龄段的受众中间 激起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共鸣 我们那些文艺作品在青年观众 或者说在青年受众当中所引起的这反响 有很多启示 其实2021年我们知道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电视剧 《觉醒年代》就已经给了我们这种启示 《人世间》它是一些改革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 那么年轻人也从这些人物他们的命运 他们互相之间的这种矛盾纠葛 以及他们最后的无论是悲欢离合 还是什么恩怨亲情之间 其实也得到了很多启示 这两年来我觉得在中国青年当中 确实有一种就是说 对这个国家对民族 对我们这个社会 对我们这个现代以来的这个历史 有了更大的关心 而这种关心的这种热情 与我们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 所塑造的形象 讲述的故事 推出的主题 都是有密切关联的 善意也好 善心也好 善觉也好 在这个《人世间》里面是演绎的比较充分的 我想这个东西是人性的一个有恨的东西 占一个善的善心 善觉 是一个正常人都非常向往 也非常追求的一个东西 是超越年龄 超越性别的 它满足了几乎全年龄段观众的共同诉求 老年的 中年的 少年的 都从这个剧里看到了自己的现在的人生 过去的人生 未来的人生 从中产生了很多情怀 从他这种人世间的态度中获取了灵感 好多是似曾相识的 好多是自己没有经历 但原来人生也是可以这样经历的 原来他们有这么多苦难 原来对苦难还可以这样化解 很多细节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愿意去了解的 他们通过这部电视剧也看到了父辈的生活 比如说知识新年上山家乡 三线建设 包括后来的国企改革 还有这种下岗 以及繁复唱年 而电视剧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 也看到了我们40年来改革开放 所走过的一段艰难的历程 接下来您将看到 从文学佳作到影视精品 电视剧人世间一路走来 接下来您将看到 从文学佳作到影视精品 电视剧人世间一路走来 电视剧人世间在热播的同时 对同名小说的销售拉动非常显著 小说人世间迅速攀登各大图书馆销售平台的畅销榜前列 成为爆款 不少观众表示 正是这种透过影像还原书中内容而产生的共鸣 激发了他们阅读原著小说的热情 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 对文学影视的生产构成了重要启示 文学影视的创作要贴着时代历史的脉搏走 贴着人民群众的心跳走 让文学和影视一起走进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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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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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多样可能性 棍儿啊 妈是真小 这个春节啊 大家都聚在一起 不为谁停下 有多少苦了 就有多少种活发 有多少变化 太阳都会升起落下 平凡的我们 一生一血风霜 不问去哪 随自己窟窿依然 一风歌唱 说你踏过前床了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某某老去的时光